近日,尘封了近30年的沈阳故宫凤凰楼在此对游客开放 每天将有20位幸运观众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上沈阳故宫凤凰楼 一览皇帝视角下的圣经皇城 凤凰楼坐落于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群的中轴线上 是建于清太宗天聪年间 也就是公元1627年到公元1635年间 为黄流里瓦绿简边 重沾三滴水 为廊 歇山式建筑 凤凰楼共有三层 是当年圣经城内的最高建筑 登楼可保览圣经全貌 并观日出 凤楼小日为著名的圣经八景之一 悬挂于凤凰楼正门的金漆九龙斗扁 紫漆东来扁为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二次东旬亲笔遇提 凤凰楼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 他在过去的时候 在皇太极时期 他曾经也曾经作为皇太极 燕秦 蒙古亲王 满洲亲王 还包括归顺的 汉州的一些三顺王 他们的一个地方 同时历史也记载 这个凤凰楼 皇太极曾经也在里面休息过 燕饮 包括和他们非子们登楼忘约的一个地方 为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参观需求 让观众更好更全面的了解清出皇家文化 在关闭近30年后 凤凰楼重新对观众开放 为给观众提供舒适的参观体验 在保证观众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 经过深入研究 沈阳故宫决定 每天提供20人次的参观机会 每日上下午将各有一批 每批10位观众 登上凤凰楼一览故宫美景 来到这个凤凰楼 然后站在这个凤凰楼的最顶端 就感觉心情特别的好 因为整个这个凤凰楼呢 属于故宫 这个整个楼群中的一个制高点吧 然后感觉今天的天也挺好的 风一吹过来 蓝天白云的 感觉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据了解 凤凰楼一层为通往后宫的通道 因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过于狭窄陡直 为保证游客安全 自1990年起关闭二层及三层 此后的近30年 沈阳故宫凤凰楼再位对普通游客开放 感谢观看